煲湯就剛剛熬好了,剛剛熄了 你看湯的顏色多美麗 還有材料都很豐富 大家好,今天就和大家熬一個湯水叫做合掌瓜蘿蔔酥湯 現在在鏡頭看到的材料 合掌瓜一個,這個合掌瓜大約是450克 然後就是蘿蔔,蘿蔔我買了一個大概是750克 粟米大概是420克 有薑大概是4片 乾的白盒是30克 紅的蓮子是30克 2米20克 桂圓肉30克 腰果呢,我這次放在補湯上是80克 麥造呢,放兩粒 今天我也是用一個電子湯來熬的湯 加清水大概是3公升 加清水大概是3公升 大約是3公升 也可以按它2個小時 30分鐘 我現在就開始處理這些材料 和食材了 這個蘿蔔呢 就是把蘿蔔皮批乾淨 就會切成一件一件一件 那批好蘿蔔之後呢 就把它切成一件一件一件 頭尾都圓 那我們就會切去圓形的一件一件 而蔬蔔當然要切去的 跟蔬埃一起切去的 那蔬埃都可以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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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蔬埃也會點很進去的 那蔬埃也一樣的 那蔬埃都可以把蔬埃也會吸引一些 那蔬埃也會吸引一點 那蔬埃就會吸引一點忌 二米 九十六米 三百個蜜棗 還有魚鎖 我們開清水 要洗去大概三至四轉 將這些塵和蜜棗的雜質 清水 這次我預備了三公升水 加入粟米 合掌瓜 蘿蔔 配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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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腰果 配鹽肉 其他配料都放進去 剛才說 這次我也是用電子煲湯 煲來煲 加了三公升水 這次我教的時間 大概是二小時 三十分鐘 兩小時 三十分鐘 到二小時 三十分鐘 會完成 到時再拍給大家看一下 好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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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